第二个问题 他说我母亲有一位运营房的姐姐 就是所谓烧香看病的神婆 早年找她看过病 早年我找她看过病 给过她不少钱 病也没有好 现在信佛也不找她了 可是她说钱不值 我母亲能听见和看见她 师父说给还是不给 你的母亲能听见和看见她 那她这个人咋不在了呢 那么你是佛教徒 遇到这个事情应当要给 往年我在台北 参加这个佛教会办的大专佛学讲座 主持讲座的是道安老法师 这位老法师非常慈悲 于是就有很多人想方法骗老法师的钱 老法师 老法师都给 这个骗他的人就很得意 今天老和尚又上当了 又破了财了 有一天我去看老和尚 我在门外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我也认识 也常常去看老法师 他是离开了 走出去 我走进来 我进去之后 老和尚问我 刚才有一个什么居室 你看到过没有 我说看到过 他刚刚出去 他今天又来骗我 原来老和尚知道 我说那你给他没有呢 给他了 老和尚给他了 骗他的人认为 老和尚迷智不知道 受骗了 其实老和尚清清楚楚 你应该骗我 也给你 这叫真词的也 这是智慧 到他哪一天 晓得每一次骗老和尚 老和尚都知道 一点也不糊涂 人就有惭愧心 就会回头 这所谓是 父侍们中不是一人